合驰 状态已经回暖了 关键是这个尼妹作为首发打麻公安德纳 确实还有点真的很好的效果 有点很好用 他确实这个跳 你看 欢迎师达严 智能师达老铁 晚上好 感谢观众兄弟们 就这种贴脸的这种跳 对 麻公升龙也不好对策 左 OK 我们现在刚才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全黄 15这场对决 来对合驰这招三压队 加油 哇 漂亮 舒服 好疼啊 亚琳娜看来顶不住了 合驰终于会打 用德里斯打亚琳娜了 就是压制他下段了 就是压制他下段了 麻公他就没那么好去做这种预判对空声容 欢迎回家 晚上老铁 厉害了 真的厉害了 合驰现在这个尼妹啊 作为首发不守抵了 那一下战斗力就不一样了 对 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 但是先挨了一套了 又来疼 诶 这是小失误吧 竟然用的是中的这个注词 又带风药 哇 可以啊 不管怎么说也是干掉了尼妹啊 看看八神满血八神有几颗气 将近三个 将近三个 只需要找两次机会 就可以把千鹤带走 但是 这增加正找机会能力是真的好 到脚上了 对 哎 A B跑出去 这一下跑得很聪明 完了千鹤在角落很难受了 难受 哦 哦 战地 哦呦 这轻功力起手 哇 肯定开bc 现在八神的血量是落后的一个状态 所以要找机会去进攻 增加正现在反而是不着急了 哎 漂亮 下臂直接确认bc 带入顶线超杀 都交了没问题 哇 靠鬼灯来了 兄们 超市的鬼灯来了 老二用这招来发泄心中的郁闷 嗯 谁都泄露 直接带走 不留资源了 不留气了 帅 现在和驰真的啊 这个状态已经真的非常不错了 非常不错真的 很快呢 就把这个麻弓也是破解了 是不是 是的 而且增加正现在只剩一个手底的不知火舞 所以现在还不敢说不吃 因为他的八神血量还在黄鞋呢 我靠 没办法 对啊 非常喜欢用这个布置套路啊 追到了那个扇子嘛 好讨厌 耶 要么就是你跳我就投你 然而短跌 起销卷银 下笔站之后 再次ES 暗幅追加延 鬼胖 圣龙 ES龙带走牛屁 啊